就真的不是因为老板就在我的对面 不是因为这个 老板他们家的没你们家的好吃 你们大家好 这里吃完了 我现在的位置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面条子夜市 Let's go 每家都卖惠同面 也不知道怎么选 这么着 我们找您好您好 刚过来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冲我笑 就这家 就我再点一下你们家的 就我坐在这吃你家的面可以吗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卖一样的面条 味儿有何区别 试一下 一人能吃完就行 保险期间先要两碗 万一吃不完呢 对不了 这个就是传生中的碎头面 土豆 胡萝卜 青菜 肉 面条的看上去不错 特别有食欲 然后这个不是油泼的是吧 是油泼 就是拌的嘛 看上去挺油的 其实它是一个拌面 新蒜是吧 这边的蒜都是剥好的 特别体贴 好吃 特别好吃 分量确实大 连在一起能挡得住三口 这是隔壁家的 看上去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看上去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不是因为现在老板瞪着我看 真的不是因为老板就在我的对面 老板他们家的 没你们家的好吃 你俩好吃 真好吃 辣子都要 正常人的饭量 吃个三碗就是不大 这儿没有卖饮料的 渴了就喝面汤 陕西的面条命名 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裤带面 它就是以形状命名 表表面就是以声音命名 还有它的制作方法命名 比如说油泼面 还有以原料命名的 比如说菠菜面 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 就是以一条路命名 贵通面 第三碗已经好了 好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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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来 腌吧 挺好吃 味道跟第一家特别像 今天都一样 都一样 那有可能就是 每个人调的手法不一样 比如他放的盐多了 你放的盐少了 靠肉好了 就里边这个肉 对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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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虽然不要钱吧 不要钱吃 本来还是想吃一些蒜 不好意思 特别棒了 好的 我们今天是消费 24月 然后今天这个面条 吃得特别开心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